我們看到論壇 上一次上課是第16時間第17次 上個禮拜主要有四段影片 四段影片裡面第一個部分 一樣是用IE物件去抓 抓取網路上的資料 其實理論上 你只要看得到的網頁 基本上上面的資料 你要把它取下來 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基本上 我們用的IE物件 就有點像模擬一個瀏覽器 只要能夠在瀏覽器上面看到的資料 理論上應該都可以把它抓到 ECL裡面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把之前的中央氣象局的資料 改成台灣股市的 有一個網站 台灣股市的資訊網 資訊網裡面 它又有所謂的加權指數 還有其他東西 這個網站的話 基本上就是 我這邊有一個 這個雲端白板裡面 第五個單元裡面 用IE物件下載那個 這個股市的資訊網 這個 那網址就在這邊 那你會發現 理論上它的網址 各位可以看到 當然有幾個重點 就是說 它這個網址的話 我前面講過 這個是它的程式 什麼什麼.asp asp就是它的用的技術 那前面就是它的網站 OK 網址 然後後面的問號就是 執行什麼樣的參數 參數名稱的話就是這個 Stack 底線ID 這個就是它的 那是它的 ID的編號 等於傳一個參數到 主機那邊去 OK 叫加權指數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加權指數 這個 這個中文名稱有沒有 那因為呢 網址上面的話 會進行一個 這個編碼方式 跟我們 在 Excel 裡面 或者在其他地方 的編碼方式 不一樣 所以上禮拜 我也特別講到 如果我把這個網址 貼到程式裡面的話 它會變成像這樣子 就是 怎麼講 就都用百分比 當成它的分隔 OK 那這個編碼方式的話 等於是網址上面的編碼 跟我們 實際上 用的編碼方式是不一樣的 所以會需要一個轉碼的動作 所以 上個禮拜最後 我好像有提到 有關這個轉碼的方法 用一個 Excel 本身的一個函數 叫 這個什麼 Encode UI 這個Encode UI 實際上就在 Excel裡面就有了 這個是Excel的函數 那它可以幫我們怎麼樣 可以把那個編碼方式 透過這個 Encode UI 就轉換成 我們要的 這個 這個編碼方式 就是 本來 本來 本來是一個什麼 這個加群指數 把這個加群指數的話 改成這樣 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如果說你將來的網頁 上面它有個問號 參數 傳的 其實網址都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 只有在哪裡 不一樣的地方 只有在這個 這個上面 這個支 這樣以後有沒有 我們就可以去 動態的變更這個名稱就好了 那這樣的話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像這根叫加群指數 前面都一樣 如果我改成這個 我記得好像這個 上櫃大盤 我看 其他網址好像只有改這個 有沒有 其實它前面的這個網址都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只有這個 櫃買指數 有沒有 它裡面很多網址吧 那如果說你把這個 它的網站裡面的這個 規則都找到的話 那以後的話 只要修改那個 後面的名稱 那就可以把你需要的 整個網站 的所有東西都抓 像有些 我記得好像 Yahoo股市 就這樣 Yahoo股市它有很多類股 然後類股 前面的網址都一樣 只有類股名稱 後面那個名稱不一樣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 整個 股市資料全部下載的話 那其實只要變更 這個地方就可以 OK 那這個方面的 這樣的一個技術 其實還蠻多地方 可以用到的 因為很多的網站 它其實大部分 它前面的網址都一樣 差別只有在後面 或者在中間 的某一個地方 的名稱不同 那我們這時候的話 怎麼樣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地方 變更 那就可以整個網站的資料 全部都取下來 主要就是把這個資料 取到哪裡 取到我們的 Excel裡面的話 那其實就可以用 所謂的IE物件 那其實 我們上禮拜講的 這一個部分 其實主要呢 大部分的技術 都跟那個下載 那個什麼 就是之前的那個 中央氣象局資料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差別從哪裡呢 其實從這個底下 有沒有 清除資料 create這個什麼 object 就是取用IE物件 這些還有 navigate 連到哪個網站 那你會看到 這個網站的網址 它這邊有編碼 然後等待的時間 OK 其實這邊都一樣 差別的地方最大 就是底下的地方 就是說 我用了 所謂的get element by tech name tech name 我上禮拜有提到 就是說 我要抓取 它這個網址裡面的哪一個table 第幾個table 有沒有 那這邊的話有 瓜糊 17 指的是呢 這個網頁裡面的第18個 第18個table OK 所以如果你要抓像 剛剛講的 其實這個技巧 剛剛的資料 所以這邊 假設怎麼樣算第幾個 其實很重要一點 你慢慢習慣 第一個找到網站 第二個找到你要的資料 比如說我要找第一季 資料裡面的 2021到2014 假設我要這個區塊的資料 那以前的話就是選舉之後 就按複製 然後貼到Excel 不過如果說我今天要用程式來抓取的話 那特別主要 1 我還記得吧 選舉 左上角的 這個資料 按右鍵檢查 然後呢 看一下它的table位置 所以標籤以後就看這個 它table在這裡 那怎麼知道呢 這個網頁裡面到底有幾個table 那我的習慣是把 往上找的table 就是小於table 這個把它複製 Ctrl C Ctrl F 然後到這邊的話 它會自動把這個table 放到下方這邊有一個尋找列 那各位可以看 特別主要 我是建議前面一定要再加一個小於 因為加一個小於的話 這個叫Tag Tag Tag的話前面一定是小於開頭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是它的TagName TagName的話就標籤名稱 標籤名稱的話就table OK 那你可以看到 這一整個網頁裡面 其實就是這個網頁 這個背後的程式就長這樣 裡面的話總共會有26個標籤 叫做這個table的 也就是說這個網頁裡面 有26個這個表格 OK 怎麼知道呢 其實就透過這個 OK 這個就html標籤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是在第幾個 你可以用尋找的 當然你向下 向下 向下的話請你再觀察一下 順便觀察一下左邊這邊 你只要向下一個 它就告訴你它是哪個區塊 有沒有它會用一個陰影的方向 一下子 不過有時候它會馬上跑掉 有沒有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區塊要先用陰影 然後這個下一個的話呢 有沒有就這個區塊 但是它有時候會閃一下就過了 實際上就是這個表格 OK 所以這個啦 OK 這個是這個 也就是說啦 當然 可能有些同學剛開始學習 像這樣的技術 會比較頭大 你會比較看不懂 右邊的這個程式 不過各位不用太驚慌 我覺得抓重點 最重要就是這個標籤 這個標籤的話 實際上就是它構成的一個程式 這個就是html 至於那個相關的細節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我是建議你可以再參考相關那個html 那個網頁編輯的相關書籍 其實這就是最基本的那個網頁 OK 然後再下一個 那待會我要找到的 你會發現 我們的資料是在 不是這一個 快到了 好像再下一個 它是按照順序的 所以這個是 假設你要抓這個 其實你要改成這個16 16-1 因為從0開始 所以你把那個刮戶看成15的話 那就會抓到這一個 那一直往下 這個是4第17 第18 有沒有 剛好我們要的資料 剛好就是這個區塊 那它的 它的那個 這個 這個 數量的話 它這邊的 這個 第幾個 第18個有沒有 那因為呢 我們這邊的話是從1開始 所以它是1 一直到26 所以1到26 那將來我要抓取的編號 是從0開始 所以必須要把18 0到25 OK 那所以18的話 必須把它-1 那就這個 這個數字的話 把它填到哪裡呢 填到那個 我們的 底下這邊的 這個 GET 這邊 OK 所以 GETELEMENT By tag name OK Tag就是那個 小於符號 Tag name Name的話就是table 那你只要把那個table 把它放到這邊來 跟它講說 你幫我把那個 這個網頁裡面的 這個標籤抓下來 然後呢 我要的是第18個 因為編號從0開始 17的話 等於是這個網頁裡面的 第18個表格 OK 然後再往下找 因為理論上一定先找到 表格 然後呢 其次的話一定就是 一個表格裡面 OK 表格就是這樣的 一個table 那裡面的第幾 tr的話是哪一列 抓的話一定是先抓哪一列 OK 裡面可能有很多列 當然就一列一列的 那列裡面的話 會有很多的td td的話就是這裡面的 儲存格 所以它的結構一定是這樣的 一個表格 裡面的哪一列 所以一定是先抓外 先由外 而內 OK 由 應該什麼 由上到下 所以這個是由外 而內 有沒有 然後呢 這個外面這個叫table OK 標籤名稱叫table 然後裡面的話呢 就是在抓什麼 抓tr 那這裡面的話呢 就是td 那之前會多一個什麼 th 那th的話就指了什麼 就是儲存格裡面 最第一個有時候是th 不過 大部分好像我記得都td比較 th 我印象中是比較少的啦 OK 那大家如果說 你遇到類似的狀況 你反正就照同樣的規則 有點像套個範本吧 OK 那同樣的方法 如果你用在別的地方上面 不外乎就是這樣 那裡你就抓到它的table 所以第一個把這個table 整個 所以喔 有點像是 我先把整個html的網頁資料抓下來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我再去找這個網頁裡面的table 第幾個 第18個 OK 然後再去把這個 有點像縮小範圍 有點是這一整個網頁裡面的 有很多很多table 那我只要是第18個 那其他的我都不要 然後再把這個table裡面的 TR抓下來 OK 那裡面有幾個TR 就幾列的意思 所以從2021到2004吧 可能這麼多這麼多列 那我就一個一個把它抓下來 再把它裡面的TD抓下來 可是抓下來的資料裡面的話 還有包含那個HTML 那些相關層次 如果我不要的話 我只要下一個語法 叫做Innertest Innertest 實際上就是說 我不要那個程式 我只要裡面的資料 裡面的資料叫Inner Inner就是裡面 Test 文字 我要把裡面的文字幫我抓出來 那放在哪裡呢 放在Sales Sales的話 指的是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 那我們就是一個先 第一列 追的話就是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然後再第二列 有沒有 這樣的話一個蘿蔔一個坑的 就可以幫我們把那個資料 一個一個的抓取下來 那就完成我不要的東西了 OK 大概事實上這樣啦 其實我是覺得 這套規則 只要你大概 多操作幾遍吧 然後多變化一下 好像 試過的結果是 只要你可以在 瀏覽器看到的網頁 幾乎要把它抓下來 都不是什麼問題 OK 只是說要變化 那最怕就是同學可能 對於那個 怎麼去做變化 比較會有一點的問題 不過 我覺得你多嘗試久了之後 就會發現 其實基本上好像要把 網頁上資料抓下來 都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OK 所以 上個禮拜大概做的 那其他的話呢 還有什麼呢 除了說你可以抓那個 第幾個 比如說我們剛剛 你可能會有同學會說 老師那這樣算很麻煩耶 還要一直一個一個算table 我們算到第18個 那如果這個 網頁裡面的table 數量很多 那不是每一次都要慢慢算嗎 當然也是啦 只是說一般網頁裡面的table 要有26個 其實倒也不多 我發現一般 超過10個的table 就算多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不用這個方法的話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我上禮拜有提過 你不用去算的話 另外一招的話 就是用class 它後面有個class 那我可以怎麼 去找這個class的名稱 這個名稱 如果 我可以把它Ctrl-C 你會發現 把這個class 等於 雙號裡面的這個資料 把它貼到這個尋找裡面 那你會發現 這個網頁裡面 叫做這個名稱的 class的話 顧名思義的類別 類別名稱叫這個的 總共這個網頁裡面總共有幾個呢 總共有五個 那第一個在哪裡呢 第一個在 你可以一樣 尋找有沒有 這第二個 第一個在這裡 那第二個的話 實際上也是就我們要的 就這一塊資料 那其實會有另外一個方法 你也可以換成什麼 用這個class name 去抓它這個資料 所以上個禮拜 我剛剛有提到這邊 把那個getElements Elements by TagName的這個方法 tagName有沒有 把這個tagName 改成叫做className OK className 然後呢 你可以把什麼 把這個地方的名稱 有沒有 把剛剛那個 那個名稱貼過來 有沒有 就那個 雙引號裡面的這個 這個名稱 其實就是這邊 這個名稱有沒有 把它複製 點兩下 點兩下 OK 把它選起來 然後把它複製 貼到哪裡呢 貼到 getElements by 本來是tagName 把它改成叫做className 把它大小 其實大小寫沒差 然後呢 另外還要告訴它什麼呢 你要第幾個 有沒有 後面刮弧 那因為我要的是第二個 所以刮弧 就用 因為第二個嘛 從0開始 那就給1 那這樣的話 其實最後的結果 抓回來的 也指的是一樣的東西 也是這個區塊 所以我上禮拜另外有提的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說呢 你的那個 資料裡面 tagName太多 那你可以換成className 因為className算起來 只有這個網頁裡面叫這個名稱的話 只有誤個 所以相對的話會比26個稍微少一些 少一些啦 不過結果是一樣的 兩個方法 或者說呢 有很多的網頁裡面 這個className有時候是唯一的 就是只有這裡出現 那就更簡單 你就抓這個就可以了 那就上個禮拜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把資料給抓下來 最後抓下來 反正就是看到結果 網頁上看到什麼 然後最後得到的 也會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那如果說你對這一段程式 就是不太熟悉的話 或者說你沒有存到檔一樣 當然開發人員 這個Visual Basic 如果你要試的話 其實很簡單 開一個什麼呢 開一個模組 按右鍵 插入模組 OK 然後呢你可以把什麼 把這段的程式 其實就這一段Sub 到那個EndSub 這一段 其實理論上應該就可以抓得下來了 把它貼上 然後把它Run一下 Run的話 我是建議你F8慢慢跑 F8 然後清掉資料 然後呢 建立一個IE物件 連到這個網站 等到5秒鐘 OK 那當然呢 這邊的話呢 我是沒有把那個IE物件給秀出來 如果你要IE物件秀出來 你可以再加一行 叫 IE.Visible Visible 等於E就可以 E的話就True 它就秀出來 這一行的話 你可以把它補在哪裡 可以把它補在 這個 這個 等待的這上面 有沒有 連到這邊 IE.Visible 把它改大小 IE OK 點Visible等於E的話 那就是讓它跳出來 那底下的話 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去看 比如說我要抓這個網頁的第18個table 然後分別把它裡面的td 一個一個幫我抓下來 用回圈的方式呢 幫我把裡面的資料抓下來 你會發現這邊就 這邊會跟著動 然後下一個 有沒有 1月 然後2月 然後分別的話 你會發現啊 這邊的資料呢 就逐一逐一的 幫我把它全部取出來 最後我是建議啊 因為上禮拜有提過 IE.要關掉的話 QQ 把它這個 這個關掉 這個可能要補一下 我雲端上好像沒有加這個 加的話會比較好 然後讓它全部跑 跑完之後的話 AutoFizz最後幫我把那個 給關掉 那就完成了 我們要的 我再補一下好了 補這個 把它加一個 然後Visible等於True的話 這個 這一行其實不加也是沒有關係 因為 如果說你加的話 到時候呢 它會閃 閃一下 把它關掉 它一般習慣是 你如果不要的話 前面就是再加一個單引號 可以把它 我把它註解掉 OK 好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了 OK 那你可以看到 最後的資料就下來了 我上禮拜有提過啦 除了說你可以去抓什麼 抓這個地方的那個 加權指數之外 甚至你可以再加 抓什麼 抓底下的指數 因為我們只有抓這個 這個表格 那如果說你要再抓其他的 比如說第一季的下面資料 你可以再把這個資料給抓下來 抓到底下 然後再來就是第二季 有沒有 這邊有第二季嘛 然後再來抓第三季 再來抓第四季 因為我們如果抓一塊 所以底下的話 如果我希望把四季的資料 全部通通抓下來的話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一季放一個工作表 算了 如果我說假設 不過這個延伸性的部分 可能請各位自己再做做看 比如說我希望 因為目前我只有抓什麼 抓第一季的 2021到2004 這個區塊而已 但如果說我底下資料通通要抓 而且並且我希望這邊可以 這邊是第一季 然後呢 最好是可以 自動再增加一個工作表 自動再抓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那這個地方 大概後面的部分 可能要請 各位自己再把它延伸出去 如果通通可以完成 那不就 抓資料 其實就不需要 特別去做土法煉鋼的動作 OK 那這什麼能做到 絕對可以 那其實理論上 你滑鼠鍵盤能做的是 程式都可以代勞 也就是說呢 你以前整體 全部做的 一個連串的動作 全部都可以變成 一段程式 類似像這樣 一個SUB 那當然如果你有很多動作 你可以寫成很多SUB之後 再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這件事情就完成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 請各位自己再把它稍微重點 複習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話 就是要再 找另外一個案例 我上禮拜討提到過 另外再利用IE物件抓取Yahoo股市 那Yahoo股市的話 這難度又更高了 因為加群指數這個還蠻簡單的 那你會發現 在用Yahoo部分的話 這邊它的網址 Yahoo股市 你們其實會用搜尋的 Yahoo股市 或者是以前叫奇摩股市 然後你可以 找一下這個 Yahoo股市 Yahoo奇摩股市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我要抓什麼 當日行情 裡面的水泥個股好了 類似我要抓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 再把它改 這個網站 我把網址放這邊好了 假設我要抓取的是 這一個 這個網頁 那問題來了 它這個網頁 比較特殊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前面的話 都是用table 但是你會發現 這個水泥的部分 它這邊按右鍵好了 檢查一下 那你可以發現 它的網址裡面 它的那個 標籤裡面的名稱 你會發現 它幾乎是看不到什麼 往上找 往上 應該有個table 你會發現 它這邊的話 居然沒有任何的table 然後呢 裡面的話 也沒有什麼tr td 頭痛了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是蠻故意的 因為它知道 大部分人學習的時候 老師都教 就是抓table 跟tr 還有td 但問題的話 它就故意 把它用另外一個方法 要呈現 它就讓你裡面 沒有任何的table 也沒有tr 也沒有td 它換成別的標籤了 那你想說 哇 這個麻煩了 這裡面的話 沒有table 那怎麼抓 那等於是說 規則 又要重新 去變更了 不過 跟我講 也沒有什麼太大不了的 如果我不抓table 我可以抓別的 你會發現 它裡面至少還有什麼 div 有沒有 那div的話 其實 就有點像是剛剛的table OK 然後這邊有class 它的名稱叫做這個 那再往下找 你會發現 它是把它這個div 放在一個ul裡面 然後ul裡面的話 底下往下找 往下找 所以其實 跟各位講一下 今天要講的這個 抓取Yahoo股市的話 變成我們剛剛講的那個table 跟那個什麼tr 這個table就表格 tr就列 td的話就儲存格 它等於是把它改成另外三個名稱 第一個名稱叫什麼 叫div 也就是說 它用什麼 用div 去取代原來的table 然後呢 用ul 去取代原來的tr 用li 去取代原來的 什麼呢 td OK 沒關係 反正我們也可以用 只是說換個名稱而已 那抓也可以用 bytechname 也可以 by 這個什麼 classname 其實都一樣 只是標籤名稱不一樣 跟各位講 大部分 的網頁都會遵循這個規則 所以各位不用太擔心 除非有一些非常難搞的網頁 它會故意 我是覺得Yahoo股市 因為它這個資料 每天抓取的人實在太多了 他們可能也不生其擾 然後很多的一些書上面的 或者老師上課的範例都很喜歡用Yahoo股市 像我用這個網站當範例 已經大概十幾年前 以前用Java來抓也是用這個網站 然後呢 用其他技術也都是用這個 所以他可能會想說 不行 你只抓我 把我當練習 所以呢 他就一直想要改版 所以 但還好 之前有一段時間 他幾乎沒什麼改版 不過 最近好像從上個禮拜才開始 OK 所以上個禮拜剛好我試了一下 發現奇怪怎麼改版 那沒關係 反正他改 我們也跟著改 反正 那網路爬蟲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你要靈活 因為人家的網站變動 你沒辦法控制 你不能說你的網站不能給我變動 那不可能吧 所以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變我也跟著變 我程式稍微小動一下 我一樣可以把資料抓取下來 沒什麼問題 而且啦 這個網路爬蟲你可以不斷練習 同樣的東西 看到 如果以後 你看到某個網頁 你也可以很快把資料抓下來 那這部分 就表示說 你以後要抓取任何資料都不成問題 那你要做後續的 資料分析啦 或者是等等的 甚至輸出圖報表的話 那才有辦法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重點再回顧一下 另外的話呢 也試著找找看 那個Yahoo!的部分 我是把它放在 我們雲端白板裡面的 第五個單元 這個下載Yahoo!股市的部分 其實有個舊版啦 因為它已經改版了 所以我舊版又把它更新過了 那所以 這個 程式已經寫好了 其實就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其實大家也可以 這一段 那我把程式貼到這個 這個模組的下方 這個sub的下方 應該理論上沒有問題 因為我之前有run過 但有時候程式是這樣 它網頁上面如果資料又變動的話 那當然 也會跟這邊 我下載執行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就下載下來 這個資料的話呢 實際上 就是 我們剛剛連到Yahoo!股市看到的 就這個區塊的資料 有沒有 就是什麼 台泥一直到東泥 台泥到東泥的相關這個資料 OK 就全部把它抓取下來 沒有問題 OK 試試看 我們待會再來看一下 如何抓取Yahoo!股市的資料 那用什麼 一樣用IE物件 OK 跟各位講 如果你用那個 之前其他的 像 Excel裡面有那個 資料從Web這個功能 你去抓Yahoo!股市 舊版的是可以 但 現在新的網頁 完全不用試了 因為是一定是不行的 OK 因為那個 從Web這個 這個功能 跟各位講 它裡面用的就是 query table 意思就是說 它只能夠找 網頁裡面 有標籤是table的 如果標籤不是table 那你就根本 試都不用試了 完全是沒有辦法使用 OK 試試看 那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部分 再複習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 利用類似的技術 來抓取 Yahoo!股市的資料 好嗎? 好嗎?